全国的特别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市最前线 我是David 来全台湾最喜欢用涨停板写日记的节目 就在这里 全国好朋友们 请务必订阅本频道 因为满4000 David就会直接公开我最爱的那一档电子股 我的心头肉 那今天的节目呢 跟前几集会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们来聊一个有趣的故事 但我们正式聊这些东西之前 来全国好朋友们 如果你想要先知道David最爱的 我认为最标最强的那一档电子股 想知道的 麻烦各位请先看我的字卡 我昨天送你的资料里面 总共只有8档股票 其中一档 就是David最爱的那一档电子股 心头肉 所以双十一抢转最标足群 请电话一定播通 或者填写今天节目下方的表单 就可以拿到资料 来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从这个资料开始讲起 已经拿到资料 朋友们请跟着David拿出你手中的资料 就这么长张张着 那好朋友们 这一份资料8档股票 前面呢是我有些介绍它是什么样的产业 第一档第二档是低价股 人人买得起的低价股 就二三十块那种股票 再来第三档是个中价位一百多块的股票 后面的几档是高价股 而且是从今年非常有机会一路标到明年的股票 为什么David这样讲 来就告诉我朋友们 已经拿到资料的朋友们 请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资料里面呢 最后那三档都跟台积电有关系 都跟台积电金元代工有关系 那这三档股票呢 一档是台积电的算亲戚吗 对它有直接关系 它跟2330台积电有直接的关系 再来另外一档是有间接关系 而其中David最爱的那一档电子股 它在明年也会跟台积电有很密切的关系 好 我就点到为止 所以全国朋友们 想要拿资料的请务必来电索取 或者来请看我的电脑 我们来填写一下表单好不好 昨天的节目 David其实节目里面就有放表单 那好朋友们 如果您有看昨天的节目 节目下方就有表单 来来来来 有了 索取资料直接按一下 点进去表单系统 填写就可以拿到资料了 就只能按 就可以拿到资料就可以索取了好不好 好朋友们 所以David送资料非常大方 我跟别的分析师最不一样的就是 我会直接公开给你 我没有要藏 就像David在讲 我说已经有3800多位好朋友们 您订阅本频道的 只要把截图直接上传到这一个liot 不要传错 是传这里 这一个liot 就会直接拿到David最爱的那一档 那当然了 我们这个资料里面也有 资料里面也有 所以好朋友们 我是直接双管齐下 全面要把这样的好标的 分享给全国好朋友们 好那好朋友们 如果您已经拿到资料的 请记得记得 多多留意 我讲的这份资料里面的最后那几档 有好买点 千万不要错过 千万不要错过 好那今天节目呢 我们正式开始 聊聊David今天做了什么 还记得礼拜一David做了一件事 我把我们手中 这星期一啊 把那个13根掌停板的股票 找盘开盘获利了结 而David今天也做了一个类似的事 我分享给各位 所以David不是只有 哦老师你怎么只会讲掌停板 买了就要掌停板这样 好朋友们 我找盘卖了 手盘会跌停的 你信不信 一次你不信 一次你不信 老师问题好 那两次了 人生喔 投资股票最开心 买的股票 现买现涨停 这是很爽 现赚 对不对 另外一种让你开心的咧 你卖掉之后股票会跌停 好了不多说 我们直接看字卡 有图有真相 请看我的字卡 好记得喔 今天一样 把这个字架送给各位 我最爱的那一档标股就在里面 自己看一下就知道 很明显啦 就是那一档 来本周一 11月10号 一开盘 9.07分 6492 升华哥 释加获利入带收回资金 收盘 跌停板 要是不错喔 这里可以卖230几 备贪5% 这里5% 手盘变跌10% 现不错啊 多赚5% 这是赚价差这种方式 你不要问David怎么知道 我就是知道 所以我这样做 今天呢 我们再如法炮制一次 观众朋友们 全国所有观众朋友们 今天 11点多在这边 David请你把3552同志 150元以上 全部获利入带 对不对 你看 这个价钱150吧 没错吧 观众朋友们 有150吧 150元 这边全部卖光光 收盘 跌停板 来 我们来看我的电脑 电脑画面更清楚 来 军考朋友们 其实我今天早上啊 我就在想一件事 我说奇怪 早上 因为昨天同志快160了 今天早上的同志乖乖的 乖乖的 嗯 今天搞不好会跌停 所以我今天早上就在考虑 他到底要不要卖掉 获利了解 来到11点钟后 我就很确定 这一定要卖 所以我请全国好朋友们 直接释加获利入带 运气真好 我们卖完之后 我们在这边 看我号这边 卖完之后 收盘跌停 你看 这一波从十月初 一百块附近 到昨天最高 一百五十九 今天早上 百五块买去 你买一百块就是赚五成 你买一百一一百二 你还有赚三十块左右 百五块买了 漂亮吗 好朋友们 这不就是你投资最喜欢的吗 欸老师 就是我们有带进 我们有带出 而且我们卖得非常漂亮 更重要的是 我有时间 有价格 有给你对抗讯 我们就是卖得非常漂亮 我也把这样的抗讯 分享给好朋友们 那如果你喜欢David的操作的 欢迎你 记得订阅本频道 我都会直接公开跟你讲 我做了什么 但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今天要记得 我们逼近4000的人数了 已经3800多了 尽可能把他订阅 赶快创到4000 我要直接公开 David最爱的那一档 电子股 因为这是我最近 随着时间 我们步入中年后 我的一个小困扰 中年David的烦恼 不是头发少 我从小头发就这么少 我的烦恼是什么 我的烦恼是 这些股票 怎么会这么厉害 尤其David特别钟爱的那一档 电子股 明明台北股不是今天跌 怎么这些股票这么强 都没落 真奇怪 所以你看礼拜一跟涨停 上礼拜你买的朋友 上星期如果你先拿到的朋友 你到今天已经赚 赚已经快2 快20%了 已经涨了快20% 而且这一档David最中情的电子股 当然 资料里面也有 所以你拿到的同时 记得把握 如果刚好指数有震荡 他刚好修正一下 要记得去买 这股票才刚刚开始而已 他才刚起涨而已 这是一个出生段 刚刚萌芽的股票而已 给您做分享 那当然 今天的节目呢 记得 记得 订阅起来 截图上传至LINE Edge生活圈 我们人数达4000 我们就直接公开 还没达4000之前 你只要上传LINE Edge生活圈的朋友 就这个 不要再演错 可能是这一个 您会先拿到这一档标股 是David最爱的那一档 那如果老师 我就是想要参考资料的也可以 我资料送给大家 就在这里 请记得索取 那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按赞订阅以及分享给全国好朋友们 我们除了用掌平板写日记外 我们不小心卖掉的 还能够小赚一根 好不好 观众朋友们 请再看一下我的字卡 熊卫 你自己看 卖在这里 嗯 真好 对 有David真好 好啦 剩下不多说吧 那股票的故事 今天简单跟大家聊到这里 咱们明天见 还有本节目的资料 仅提供参考 投资人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华冠投股 104年金管投股 新资地009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